因為要解決效率上面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範例 就是將來會衍生就是這個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那個範例檔案 數學函數裡面的那個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打開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101年的開獎 的那個什麼呢 開獎的這個所有的記錄 那它的規則基本上是這樣 總共一起 這個一起哪一天 這第一期嘛 101年的99期 開獎日期這應該最後一期 101年最後一期 然後呢一定會有開出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樂透彩的話呢 它的規則是1到42號 等於就是說呢 它有6個號碼 總共7個號碼 然後呢 開出來中獎的號碼 只會是1到42號 這是一個規則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統計什麼 101年它的什麼呢 1號所開出來的機率是多少的話 OK 那機率的話 首先當然我會需要算什麼 這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就坎作向下 有沒有一直到底下 總共到100列吧 也就開了997 所以99乘以7嘛 總共有693個號碼 在這693個號碼裡面喔 1號開出來的次數是多少 如果你要算這個範圍次數是多少的話 你怎麼算 那不是說你用眼睛看嗎 一次 兩次 這樣我看你光光把它算完的話 應該就 不知道算到什麼時候才能算 所以呢怎麼把這個地方喔 做這個所謂的哪一個號碼 次數的計算 OK 那裡面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用到一個函數叫 統計類函數裡面喔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 conif 這個conif的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conif的函數的話喔 主要就是用什麼了 用來做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啊 算那個範圍裡面喔 哪一個條件 條件是1號 開出來的次數有沒有 conif 幫你算總共開出幾次 OK喔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conif 可以把那裡面的範圍喔 OK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是range range的話指的就是前面這個範圍 第二個quiteria是說你的條件 條件是1號 所以你就把什麼1號放到這邊來就可以 然後範圍指向這裡 他就幫你把那個 結果給算完了 OK喔 那可是問題來了喔 你這樣算完只是說1號 在那個範圍裡面 所開出來的次數 但是如果我要機率的話 那你必須什麼 再把這個算出來的次數再除以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總共有幾個號碼 所以呢 幾個號碼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範圍 那當然你 剛剛我們算完了喔 是693啦 不過其實當然不是要人工算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不用人工算 我可以把知道說那個範圍喔 到底有幾個號碼 OK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裡面其實有一個函數 他就可以幫你算什麼 那個範圍到底有幾個數字 OK啊 一樣的方法算出101年 算出102年 把兩年的機率相加 再做排名 大概是這樣子 OK那用什麼方式來做最簡單 最快的方法啦 當然不是叫你土法練鋼喔 OK喔 這是第一個喔 那未來的話喔 我們還需要做到就是說喔 其實我後面有一個延伸的練習題啦 這個練習題就是喔 其實我覺得目前最重要喔 現在有個趨勢就是說 假如說你的資料喔 在雲端 不是在雲端 在網頁上面的話 比如說什麼啦 你們可以開啟那個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延伸練習題這邊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我們剛剛只有兩期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希望喔 把歷年來所有的大樂透喔 然後我這邊找到一個歷史資料 它放在那個有個網站叫樂透雲 它總共的話呢喔 有沒有發現它的日期 它的開出的號碼 還有呢特別號 但是呢 它裡面的話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是把它分在總共1到61頁喔 OK 所以喔 以前的做法怎麼樣 如果你要把這61頁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變成你需要什麼 一頁一頁 Ctrl C Ctrl V 那當然如果每一次都要這樣抓的話 而且喔 如果你下次要更新資料的話 那你下次要來一次 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快速的 一個按鍵按下去呢 這上面所有的資料呢 就全部幫你下載到ECL裡面了 而且我希望呢 將來什麼 這邊也許是個大勒透的歷史資料 啪一下子 大概幾秒鐘的時間 全部都OK了 如果它有更新的話 那你再去怎麼樣 再抓一次 清除掉再抓一次就好了嘛 那這個可以對應到什麼地方 其實現在很多那種金融方面的資料 其實都在雲端在網路上 那如果說你假設你不懂得用一些 類似像程式的手段來完成的話 我看你永遠做不完你要的這個資料取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也許 第一個先開啟這個樂透彩中長機率 第二個的話呢了解一下 這個範圍 OK 總共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喔 那裡面的話可能會需要統計的相關函數喔 我剛剛有提示喔 其實第一個你可以用conif 第二個的話你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叫count count是什麼呢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 數字喔 OK的 儲存格數目喔 OK喔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可以算出機率 然後呢再把後面的部分呢 試著完成看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一題喔 先 試著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會 講一些有關那個 VBA的部分喔 其實也是增加效率啦 因為未來 你們到職場上面喔 慢慢 可能第一個 我覺得啦 很直覺你履歷表上面如果不能看 讓人家看到一些亮點的話 辦法就是說 你可能要懂一些城市的一個東西喔 如果你沒辦法讓人家看到這些亮點的話 我覺得你將來喔 當然你在 工作的錄取機率上面 還有你的 薪資待遇方面喔 其實我覺得會有個落差喔 OK喔 因為目前當然很需要這方面人才 那包含第一個啦 大數據分析能力 那對應到的其實就是至少 Excel的函數 Excel的聚集 Excel的VBA 所以為什麼其中報告請各位做這個 這個練習喔 主要原因在這裡 OK大數據分析 第二個可能你慢慢要思考 下一個你們畢業的時候可能遇到一個 AI的一個浪潮 OK那你要怎麼樣 把這些城市喔 再延伸到AI的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機器學習也好 或深度學習也好 好那這部分怎麼樣再把它加到你的城市的這個 自動化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是自動化 那AI的話呢 其實就象徵下一個階段是所謂的智慧化 OK讓城市的話 還是會有自動學習修正的能力 OK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試看吧 至少 函數部分OK 然後再來思考一下 如何再跟VBA做 結合 OK試一下 應該會有些人說 好嗎 我們會看 如果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